在2025年的今天 如果有朋友想要我推荐一套可用性更高的配置 那么AMD Ryzen 9000系列绝对是我的首选推荐 特别是目前性价比比较高的 具有AMD Ryzen 7 9700X处理器 8核16线程的规格加上5.5G的加速频率 不论是游戏还是生产率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当然还少不了AMD Ryzen 7 9800X3D处理器 同样的8核16线程搭配上独家的高容量X3D L3缓存技术 以及5.2G的最高加速频率 发售至今一直都是被誉为游戏声优的最佳选择 而竟然要推荐Ryzen 9000系列自然就少不了一款合适的主板 秉持着尽可能买心不买就的原则 加上主板作为整个电脑最关键的中枢硬件 一般还是会建议尽可能一步到位 以减少日后中途需要升级更换的麻烦 因此除了预算真的十分有限和其他特殊情况下 基本上不会建议选择上一代的B650和S670系列的主板 而目前旗舰级的S870、S870一系列价格偏高 加上MATX版型的选择少是可怜 想要组件一套体积价为紧凑的主机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除此之外除了S870、S870一能够解锁处理器以及内存超频 中段位的B850芯片组一样完全获得保留 这也是AMD B系列主板如此受欢迎的原因 所以最近新推出的B850系列主板就成为了目前关注度比较高的主板系列 今天要给各位分享的则是来自技嘉GIGABYTE的B850N AORUS ELITE WIFI-61 ICE 简称B850N冰雕 事不宜迟,马上来给各位好好分享这块主板的实际体验吧 这次拿到的B850N冰雕整体外形还是和上一代的B650N冰雕基本类似 主打的就是全白色的外国设计 而B850N冰雕把内存插槽和板载接口也都同一成白色了 整体的一体系会更加好看一些 B850N冰雕的供电规格和上一代的B650N冰雕基本相同 具为12加2项每项供电60A 供电配置采用了RT3678B1主角PWM 搭配安森美的NCP302155R核心供电 B7B层数和上一代一样采用了6层 这样一个用料规格基本上带9950X其实也还是可以的 结果布局的部分相比起上一代差异并不大 显卡PCI层16插槽依然在第一条好评 同时也升级到PCIe 5.0协议 并且也升级了全新的PCIe Easy Lash Plus 简易快拆按钮 此外第二条PCIe插槽依然设计在最下方位置 并且提供全长插槽和PCIe 4.0X4协议 M.2插槽和上一代一样提供了两个 均为独立通道的PCIe 5.0X4与PCIe 4.0X4协议 并采用了全新的M.2 Easy Lash Plus 简易快拆设计 遗憾的是这回在采用了B850芯片属后 并没有进一步增加多一个M.2插槽的支持 显得和B650M冰掉的差异化 减少了一些 虽然实际上B850和B650E本身也没什么明显差异就是了 主板其他接口的部分提供了一共6个PWM4并接口 3个5V三载ARGB接口 1个12V三载RGB接口 1个支持20G的前置USB-C接口 1组5G前置USB-A接口 2组USB2.09并接口 以及4个SATA接口 就和B650M冰掉完全一致 后置IO接口的部分给了1个DP显示输出接口 1个QFest part按钮 11个USB-A口 分别为4个USB-2.0接口 5个5G接口和2个10G接口 以及还有一个10G的USB-C口 网络功能的部分提供了一个2.5G有线网络接口 和一个带全新快材设计的WiFi-61天线接口 最后还有一组带框线输出的音频接口 看似接口非常多 但对比B650M冰掉其实还是一模一样 甚至还少了一个HDMI显示输出接口 虽然对比B650M冰掉在扩展和接口部分看似没什么升级 但即便如此 规格还是不逊色于其他友善同级别的竞品 可见上一代的B650M冰掉在整体接口和扩展规格算是超标的了 另外B850M冰掉保留了非常好用的帽地可以多功能按钮 可以自定义为硬件重置 切换RGB灯光等功能用途 并且还额外提供了Debug LED 算是补齐了B650M冰掉的短板 看完了自己家B850M冰掉的整体规格介绍 接下来就进入到测试的环节了 这里我就给各位列出本次测试的硬件列表 并且将测试的内存升级到了32GB乘2的规格 用的是这款来自金百达的英杰DDR5-6000C30套条 采用了原产海力士M-Dite颗粒 并且做到了单条32GB、6000MHz、C30的低时序表现 搭配上工业及散热规格 在高发热状态下均能保持不错的性能 并且散热装甲的兼容性非常优异 对不少风热散热器有着更好的兼容性 最重要的是它极高的性价比 对高容量有要求的用户非常亲民 而借此机会我也很好奇技嘉B850M冰掉对这类双面颗粒内存的 兼容性与问题性表现如何 这也是B850相较与B650更有优势的其中一点 那么来看看最终的测试结果 首先是供电能力的部分 先进入Bio 将9950X开启手动PBO模式 在似乎25度、湿度30%环境下 此时主板供电区域在待机状态下的温度为39度左右 进行30分钟的Cinebench R23全合级跑分测试 9950X的平均软显功耗为274W 核心平均温度顶着95度的温度强 频率则是稳定在CCD05.2G、CCD15.0G 最终的全合性得分为44,132分 此时的主板供电区域温度则是在82度 看来带开了PPO后的9950X还是挺稳定的 就更别说其他功耗更低的储蓄款式了 接下来的测试项目我将换成980X3D继续 第二个测试是内存性能测试 可以看到在搭配这套金百达双面颗粒的32GB 尺二套条下 还是可以跑到不错的毒血与延迟表现 当然只是这样还是不够的 接着我们开启技嘉主板的内存性能优化功能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毒血与延迟表现进一步获得加强 再来是尝试DDR5-8000的超频测试 由于双面颗粒很难充上如此的高频表现 因此只能替换到单面颗粒的16GB 尺二套条来试试了 最终轻松完成了一部DDR5-8000 C34-46-46-48 这也是AMD800系列主板的毒胶优势了 最后的部分想来和各位聊聊这块主板的其他特点 比如在主板BIOS内就提供了S&T Turbo Mode的功能 可以有效优化Ryzen 9000系列处理器 只需简单开启就能优化更好的游戏性能表现 这也是我为何要使用Jubilee X3D做测试的原因 在我简单进行了X3D处理器比较有用的两款设计游戏作对比后 可以看到在开启X3D Turbo Gaming后 确实有些许的帧数提升 但也爱于Jubilee X3D性能下限本身就很高 帧数提升也就真的不是特别明显 因此这个功能可能更适合刷CD型号的X3D处理器 而是可惜我目前还没拿到Jubilee X3D 所以就暂时没法给各位实测了 当然现在Jubilee X3D也已经正式发售了 16核心32千层外加高达144MB的L3缓存规模 成为了当下名副其实六边形战士的最强处理器了 相信不少人也希望我能够制作关于Jubilee X3D的体验分享 请各位在耐心等候一下 很快就会制作相关的内容和各位分享了 总结这次的技嘉必爆驴 M-AORUS ELITE WIFI-61i 冰雕主板 满分5分你们愿意给几分呢? 虽然整体规格与上一代的B650M冰雕差异并不太大 但是基本并没有比上一代更差的现象 唯独阉割了HDMI显示输出接口以外 即便是保留与B650M冰雕绝道部分相似的规格 均不会落后于目前同定位的友商竞品 最重要的是能做到如此规格的全白色B850M主板 目前也就只有技嘉B850M冰雕这一款了 同时对比上一代升级了显卡快拆功能 BIOS的部分也的确是越做越好了 对比起B650M冰雕的售价 我觉得还算是可以接受的 特别是搭配处理器套装形式下购买 同款处理器下的差价只有120元 如此一来就更加能接受了 当然要说缺点我觉得最大的缺陷是 并没有支持三个M.2 这点确实是会劝退一些多M.2需求的用户 但同样的如果是白色主机爱好者 那它必然是首选款式之一 特别是B850M冰雕进一步的一铁化全白色的外观 对全白装机的吸引力又增大了不少 我想这才是B850M冰雕真正的定位吧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与支持 也希望本期节目的内容会对你们有所帮助 希望这期影片的朋友也不妨点个赞 觉得内容有用的新观众也不妨订阅我的频道 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那么今天的节目到此为止了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